肌膚要亮 膚感要透 神奇的肌膚照光保養 打破傳統一白遮三醜的美白觀念 让你的肌膚不化妆也亮光光哦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现在的女孩都已经不流行追求美白保养了 反而在意肌膚是不是更亮 更透 甚至没有暗沉 那我今天搜集了一些经典的照光精华 还有2020最新的亮光保养 一次推荐给你 第一瓶是这个Kiehl's 它其实叫淡斑精华 这个其实上市还蛮多年了 就是网络的口碑真的非常好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它非常好呢 是因为它的那个淡化 豆疤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黑斑真的要靠镭射才能把它打掉 那可是那些豆疤呢 好像擦了这个 它的那个豆疤真的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淡化掉了 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觉得保湿液很重要 所以这一款的保湿效果也很好 所以它就是已经熔灯好几年的这个网络口碑最好的美白照光精华 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SKII 我想如果你有在追求这个美白照光的这种人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个SKII这个昵称小灯泡的净白精华非常有用 因为它里面加了就是他们最经典的PITERA的成分 还有一些美白的成分 所以呢它的这个亮光的效果非常好 像很多网友都觉得用完它之后啊 好像肌肤就像上了一个薄薄的粉底液 然后有一点光泽感 就像是灯泡一样透亮透亮的 所以它也是这几年一直熔灯就是销售的排行榜 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资深堂的这个趋黑镜白露 那我想说如果说是这种亮光的这种产品 真的是日系做得很好 那资深堂的这个趋黑镜白露 其实大概今年算算大概第15年了 那这个大概也是它第七代的产品 那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淡化黑斑 因为它们用到它们家很独立的什么4MSK啊 传明酸 这个真的很不错的美白的成分 那很多人使用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有一些黑斑的地方 它真的擦了之后 它真的就很明显的被淡化 那它的口碑不错 不过它今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 就是也是它同样的系列 这个是趋黑镜白的一个直翠的奇迹录 看一下它们算是同一个系列 可是其实长相很不一样 那这一瓶啊 其实是针对就是比较年轻的女生 就是说它们可能没有很多黑斑的困扰 可是它们很希望它们的皮肤不要太暗沉 而且要有亮光 它们就出了这一瓶 就是说如果你的皮肤是不是有很多斑 可是你就是有一些微小的瑕疵 或者是有一些隐性的痘疤小斑点 那其实你也可以就用这个奇迹录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严重斑点的人 其实你可以用它 或者是你只有一些瑕疵或者是暗沉 然后你想要保湿 你就可以用它 或者是你是一个贪心的人 你就两个一起用 其实效果也会蛮好的 在Vogue的粉丝大调查里面啊 其实有问到一题就是 哪一个亮光保养品最值的投资 那其实我觉得啊 一些亮光保养 当然是我刚介绍的精华液最值得投资 因为它就是成分的浓度比较高 而且很容易就被肌肤吸收了 可是呢 现在蛮流行一种水保养的保养观念 水保养的意思呢 就是它把化妆水跟精华液结合起来 这样子呢 你可以在使用的时候 更容易吸收 更不会有负担感 我今天就介绍今年最新推出的灶光水保养 第一瓶啊我要介绍这个最新的 蓝蔻的极光精露 那我觉得我想要先从它的造型来介绍 它看起来就像一瓶化妆水 那因为它是精露嘛 就是化妆水结合精华液 然后呢其实仔细看 它瓶身里面啊 有一个螺旋状的长柱体 这个是要干嘛的呢 其实这个呢是要让你摇一摇的 比方说像这样子 在你使用前啊 你就大概是左右摇晃 摇几下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微小气泡产生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灶光水啊 它里面其实是有97%的精华水 再加上3%的植物的精脆油 那透过这个激光棒的这种摇晃啊 它就可以把这两个成分相互融合 然后打出一个最新鲜的一个成分来 就有点像你喝果汁那个新鲜现打的意思一样 那这个激光精露啊 其实又叫做激光水 那它的目的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亮起来 那里面啊 其实加了一个三毛举牙的萃取的酵素 这个酵素就是让你的肌肤不会暗沉 就是亮起来 那使用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方便 就是其实如果你觉得因为灶光水 是已经结合精华液 你就不要用化妆棉 直接倒出来 然后直接清擦肌肤 它不用拍因为它其实是分子很细 马上就被肌肤吸收 或者是搭配化妆棉用擦拭的 比较棒可以擦掉一些肌肤的小瑕疵 所以用了这一瓶你的肌肤 就会透出很亮很光的激光效果 再来啊我要介绍两瓶的这个照光水 其实它都是属于品牌的顶级系列 像以前有很多欧系啊的那个化妆品牌 他们会推出一系列的美白产品 可是慢慢因为大家都比较不在意美白这件事情 比较希望肌肤比较亮 所以就慢慢的没有 可是相反的呢 在一些品牌的顶级系列 他们反而也都推出了一些美白产品 那我觉得那些顶级系列的美白产品啊 其实也很值得投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没有那么多预算去直接去入手顶级系列 那你可以入手这个顶级系列的化妆水 这种精华水 因为精华水就是融合了化妆水跟精华液 所以你可以顶多比别人花再多一点点的钱 就可以入门到顶级系列的这个比较大容量的精华水 所以我觉得蛮值得投资的 那第一瓶呢 我就是要介绍这个香奈儿的这个美白的换白精露 那它其实啊也是一瓶化妆水 就是一个精华化妆水 它的质地啊比一般的化妆水再浓稠 因为它的保湿效果也很好 所以它比一般的化妆水的质地还要浓 就是你不要用化妆棉 你就可以轻轻地用手 就可以把它推演到你整个脸上 所以那它里面啊 其实加了一个白化素的精华 那白化素其实最重要的功效 就是可以去除脸上的角质 所以像这种有去除脸上角质的这个成分一擦 你脸就瞬间亮起来的 而且重点是它非常非常的温和 它也加了一些顶级系列的一些 很棒的保养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投资 第三瓶啊也是这个Dior蛮有名的这个顶级系列 Prestige再生精粹的精华水 它也推出了这种亮白系列 它其实去年啊有推出一个精华液 它的价位大概要超过一万 那可是这一瓶精华水 大概是它一半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投资 因为它也结合了精华液跟化妆水 它就是有玫瑰这种很自然的清香味 而且重点是它还融合了那个玫瑰的根啊 金啊叶子 所以你闻起来的那个玫瑰香味还带有点草味 跟木质味 不会那么的就是花香味很重 那它的这个虽然是精华水 其实里面真的是水 挤出来啊它是有点点这种透明的水乳质地 就是水晶合一 那它这两个成分啊 其实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亮 它还加了一些葡萄糖酸的成分 可以擦完之后你的皮肤真的就是比较有亮泽 那因为是水晶合一 所以它擦完之后其实皮肤非常的润 擦完整脸就好像 就是整个皮肤有点被保湿包围的感觉 那同时间也会很亮 亮度会提升很多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灶光水 是很值得投资的品项 像肤色非常的暗沉不够亮 除了不要晒太阳之外 到底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肌肤暗沉 其实还有很多新的研究也会影响肌肤的光泽度 那我刚刚就介绍了三瓶今年最新的灶光水 其实啊今年还有三瓶很厉害的灶光精华 第一瓶啊我要介绍的是这个亚诗兰黛 要最新推出的小白瓶 那它们其实去年啊有推出一个小银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不过呢它们其实都是这个Pro系列的 那所谓的这个Pro系列啊 就是它其实是有点类医美的功效 它里面用到的成分啊它用到的科技 都是可以帮你达到有点能够做到医美效果的这种产品 所以其实都非常受到欢迎 那它们今年啊也推出了小白瓶 像以前啊比较多诉求一些淡斑精华的产品 它们可能都是针对一个就是单一的方法来解决 那这一瓶比较新的研究是 它们的实验室是发现啊 其实如果肌肤暗沉了 它们其实是会引发20种连锁反应 所以这一瓶啊它其实就是一次解决肌肤会发出的连锁反应 那你在用这样子的精华液的时候啊 其实啊就是可以涂抹整脸 然后其实它的质地非常的好推 如果你还有一些地方是局部会比较有暗沉 或者是可能有点小斑点的话 我可以建议啊就是整脸涂完之后 你在你有斑点的地方 再拿一点出来再抹一下 加强抹一下那个地方 其实肌肤你的整体就会比较云亮透明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Cicely这个浓缩精华 它们今年也推出了一个新的观念 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皮肤变黑变得暗沉 都是因为晒太阳嘛 那其实它们发现啊 它们的实验室发现 就是我们的人把 就是你的掌心跟你的脚底是不会变黑的 尤其是那些黑人 它们的手掌都超白 原来啊它们就发现这个掌心里面的肌肤啊 有一种成分叫做DKK1 它们其实是天然的黑色素的抑制剂 而且它们只会在我们的手掌的皮肤这边产生 我们脸的其他皮肤是没有的 那所以就是因为它手掌这个地方有这个成分 所以我们的手掌始终保持非常的白皙 非常的亮 那它们就发现 那这个理论我们来放在脸上 它们就要从埃及的脏青果萃取 去模拟这个DKK1的成分 然后我们把它用在脸上 所以呢我们的脸上就会自然的散发出一个 黑色素的抑制剂 这样子我们的脸就不会晒黑了 我很喜欢这个Sissi它们的产品 因为呀它们这个产品里面都会有放那个薰衣草的精油 所以呀就是擦完之后 会有种薰衣草精油的那种梳压的感觉 我觉得一边擦也是一种很有疗愈的效果 最后这瓶啊其实是克兰斯的蛋斑精华 它们用到了一个是加勒比海的樱桃 那这个樱桃据说它的维他命C含量是柑橘的30倍 所以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黑点啊黑斑 它都可以明显的淡化 其实现在呀你只要生活在都市里面 空气污染跟雾霾啊尘霾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那些空气污染其实啊就附着在你的肌肤表面 让你的肌肤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 那肌肤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就没有很好的弹氧量 你的皮肤自然就会暗沉了 所以呢它就利用到一个摇筋凉的萃取 可以让肌肤好好的呼吸 所以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暗沉的地方变得亮了起来 那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它也希望你可以透过绣纹的那个动作 可以让你的身体先呼吸 再让你的肌肤好好呼吸 所以你给它取出来 你可以滴在你的掌心上面 然后呢稍微温热一下 先呼吸一下 就是感受它的香气 让你的呼吸调节到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 然后再擦在你的脸上 让你的脸上也可以好好的呼吸 这样子皮肤就会更亮 更有光芒了 以上就是我介绍2020年最新的照光精华 照光水 还有一些经典不败的照光精华 那希望你的肌肤就可以永远的发亮不暗沉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美妆保养头发的相关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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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